你这设计已经很不错了 你现在就应该坐着这儿 等着这好评如潮铺贴耐地 再过些年 你就是拓骨的金牌设计师啊 有多少老总得捧着年薪上百万的合同围着你 你都不拿正眼家的嘛 直接给我使一个眼神 我立马明白了 我冲着你 我礼貌地接过合同 点着了 点我那古巴大学家丑 我一边冲着 还一边跟他们说 我们不需要合作 我们需要的是自立门户 等着穿我们的催牌服饰吧 你有妄想综合症吗 还催一排呢 能不能给我取个好听的名字啊 就是 名字不重要 只要火就行 那时候你也是一最火的裁缝啊 没错 所以我的名字也得改改 我就改个叫什么 陆以王啊 焦志阳啊 这听着多洋气啊 我觉得你要不然叫王麻子吧 还能跟那著名的剪刀品牌 PK一下 那也行 那得先问问我 我爸同意不同意 对对对 你们聊吧 都挺累的就好好休息 我约了人我就先走了啊 好嘞 慢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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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算什么设计啊 明明就是哪一些 现在的流行元素都拼西凑 完全是投机取巧 随便哪个女明星的礼服 肯定比这光彩一万倍 翠玲玲是耍小聪明 别人都不拎不拎 她就干脆弄了件什么都没有的 这就是肉吃多了 突然换个素材也觉得新鲜 所以她的设计 就会显得与众不同 但是说到底 这种设计也太廉价了 但是我之前看网络上 有人评论说不错呢 所以我说她是投机取巧嘛 我虽然不太懂什么服装设计 但是杂志我看了很多 这件礼服到底怎么样 我想听你说句实话 还不错 你到底是想让我说她什么呀 服装设计这个东西 没有普遍的真理 说好说坏都太容易了 我就是想听听客观评价 但事情该怎么做 还是要怎么做的 这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 希望你能喜欢 限量款 你朋友还真有本事 很多人有钱都买不到 那你喜欢吗 当然了 谁不喜欢 那就好 你想让我怎么写 你刚才不是说 挑这件礼服的毛病很容易吗 那就尽情地挑吧 我是为了她好 我不希望有一天 我们变成仇人 为了避免这样 总要与一个人先离开 简直就是垃圾 还不让我乱者呢 真掉 你也看到了 看了 不过没事 不是还有几件说好吗 太少了 全都是批评 而且 我们以前杂志的网站 说的最多 估计是秦大干的吧 也难怪 所有的媒体 都跟他关系不错 你都知道是他干的了 没必要太在意了 那好坏评论 本来就是一线之隔 看到这些评论 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别 这你千万别 我跟你说 你在我心目中真的永远是最好的 但这是我们工作室的第一单 如果弄砸了 损失的是你这个老板 我不怕 那你不怕我还担心呢 看开点 我跟你说现在很多事啊 你不反着炒 它还不容易火呢 那也许是件好事呢 那这样会让公司损失很大的 拓骨 这么大企业 做这点心肠事 应该不会上街弄过 家铭 这是你到公司第一个项目 如果做砸了的话 别人会觉得 你是个没能力的公子哥 你最开始不就这么看我吗 你的看法我都不在意 何况别人的呢 没事 没事 行 我马上过来 好事来了吧 咱们的第一批产品马上就要投产了 你就等着分红吧 你现在是越来越过分了 欧阳 就说那天吃早点 我说了 咱两根油条就够了 你非要吃肉饼 两块钱一涨 吃完了肉饼 你又要喝营养快线 四块钱一瓶 我平时矿泉水我都不舍得喝 你凭什么喝营养快线 你一块我的豆浆不行吗 你是没长大吗 你不知道现在金融危机吗 你不知道男人活的市场多不容易吗 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那不男能叫男人吗 那不男能叫男人吗 嘿 你还敢这么说 欧阳 我现在在想 想 想要不要和你分手 虽然咱俩有感情 但是像你这种不懂体贴别人 不会省钱的败家女人 你说以后结了会怎么办 我真怀疑 你是不是为了我的钱 才和我在一起呢 欧阳 咱俩分手吧 咱俩分手吧 大哥这个时候你得瞧我 你 你快点不行 行了行了行了 大海你 你这么过肝瘾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这个叫心理疏导 心理疏导啊 等一会儿她回来了 你就变回去了你 怎么可能呢 我就是先拿你练练手 等她回来 我照样这么说 老婆回来了 起开 你去做饭吧 我饿了 好嘞好嘞 那老婆想吃什么 我今天买了好多菜 这是什么 千万先别发火 那个 你听我解释 好你个秋大汗 你敢给我带女人回家呢 不是 我给你拼了我 不是 你 不是啊 不是 你听我解 你快点 你放下武器 放下武器 放下 你听我说 怎么样 张总 来来来 走 来 先喝杯茶啊 谢谢 放喝气 那个 我知道您肯定看过评论了 但我想跟您说的是 这中间出现了很多意外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 但我自己有信心 之后的结果一定会很好的 嘉明 你太过自信了吧 我知道您说的意思 您是怕 这次事情的不良影响 会波及到今后的销售量 是吧 本来高端市场就不好做 现在第一件设计 口碑就这么差 如果你还坚持的话 你一定会赔钱的 趁现在还指着 建了些原料 赶快停下来 把材料转让给别人 损失还能小点 真到了服装大批量上市 可就血本无归了 张总 您 可能还不太了解我 我这日从小就这脾气 别人越说不可能的事情 我就越要尝试一下 所以我现在真的 我停不下来 不是这个原因吧 嘉明 我也是过来人 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为了一个女孩 一掷千金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像你投入这么大 是否有点固执了 我真的很好奇 那个设计师 怎么会让你这么着迷 您要这么说 我就不瞒您了 说心里话 做这件事 我也不图她能感激我 只要她能够开开心心地 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能一直陪在她身边 我就制作了 就算这事情 百分之九十九失败 我 我认了 嘉明 你期待太高了吧 有句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古人风火系诸侯 只为博得美而易笑 如果说我倾尽所有 能换来一段真感情 那这性价比很高啊 张总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说实话 我自从迈出第一步开始 就没打算回头 简嘉明的坚持 终于让崔玲玲的设计面试 她并不理会所谓的评价 只要能帮助崔玲玲实现梦想 看到她开心的笑容 就足够了 大家都端起飞 这个呢 风沙注意上市了 虽然说有些波涨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清楚的 来 来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走走走走 来 来 江明哥 咱们俩也算陪他们喝了一杯了 剩下的时间该留给我们两个人了 说好了的 工作室人一块儿吃饭 我们俩过二人世界 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啊 这服装上市其实也是你的成功啊 这个时候换哪个男人都愿意 跟自己女朋友享受成功的喜悦 说好了吗 你不跟我闹的 我是说不跟你发脾气 还没到一个月呢 你还是我男朋友呢 亲爱的 不是 要不这样你 你提前把我甩了吧 你就觉得我不合格 蹬了我算 好吗 想得美 那样还是你甩我 我心里不舒服 不是 你这样我特不舒服 你干什么呀 你不陪我出去不就因为她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全都是因为你 雷雷 你别这么说 佳铭是想跟大家一起庆祝 再说了 玲铭是设计师 佳铭就算是想单独跟她一起庆祝 那也没什么呀 这 雷雷肯定是误会 你跟简家明的关系了 我误会什么误会啊 你是不是当我不知道啊 本来风尚系列已经被张总给撤下了 是她自己要掏腰包也要用你的设计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乐意说 你花那么多钱不就是为了成全她吗 我就成全她怎么了 那我呢 我算什么呀 简家明啊 你是不是觉得风尚已经上市了 就跟我没关系 可以不用过久的感受了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让我爸把衣服全力撤下来 你别要挟我 你现在就去 我看你去也已经试试 她有什么好 她要我对你好吗 你就那么爱她 我爱死她了 我就爱她了 我爱死她了 我还想跟她过一辈子呢 怎么了 不行啊 简家明冲动地脱口而出 伤到的不只是刘蕾蕾 这句话 让屋子里的每个人 都产生了连锁反应 我恨你 你别冲她口 我也恨你 我恨你恨你恨你 我 简家明 你干吗呀 你用心 没事 她就是小孩脾气闹一闹 闹就闹吧 现在风尚终于面试了 工作室总算是完成了第一个项目 眼下就没有新的工作了吧 是吧 玲玲 你干吗去 我收拾东西撤呀 你不能走 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 不是 你得坐下 坐下 你得坐下 你们俩要坐下 坐下 玲玲 你怎么开始犯傻了呢 这第一 她不是给你投资了吗 是 这钱明显是冲你来的 我跟你讲 咱不欠她的人情 我看好风尚 等咱这衣服卖火了 咱把钱挣回来 咱 咱就算跟她两亲了 第二 她这刚才也算是跟你表白了吧 那你走什么呀 你这一走就算躲了 你对她不以为难 你躲什么呀 咱不给她这机会啊 还有你 你拿话点谁呢 别以为大家都傻 听不出来 我跟你说 你有什么意见 你别冲崔玲玲 是剪家明追的她 不愿灵脸啊 灵脸 风尚必须火 咱把她欠她的人情 马上就还上 我 我等你回来 姓简呢 我跟你说 把最近的打车票都给我报了啊 把票都留好 还有今天的 我搜 我明天有宣传活动 一大早就得一起 最近其中做媒体宣传 有很多资料要整理 你们俩聊吧 我就先走了啊 辛苦了 豆豆 喝一杯 喝一个 你给我说清楚 这假发到底谁的 你们还提这事了 这假发王朝阳呢 王朝阳他逮女士假发干吗呀 我给你解释不清了 你不解释就要掩盖实 行 我给你解释 你说了 说了就要解释 借口 那到底是我说还是不说 你 朝阳 你回来正好 你赶紧替我给他说说 朝阳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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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根本就不理你了 你还眨眼睛就这样骗我是吧 我 我没眨眼睛啊 你以为你转过身我就看不到了吗 我真没有 我发现你现在已经是习惯性地骗我 你到底隐瞒了多少事实 我没有嘛 我 没有 行啊 你俩别吵了 能过就过 过不下去就分 咱俩咬那么大的毛刀吧 咱俩咬那么大的毛刀吧 也不至于就分手吧 那是不是在别人看来 咱俩吵得太厉害了 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个程度啊 那假发 真的装着氧吗 你们闹着玩的吧 是啊 我猜就是那样的 宝贝 我请你吃饱饿吧 要不就在家做吧 别了呀 咱不差那点钱 走 换衣服 你一会儿还回去吧 对 天冷了 我给她家家躺着 那些话 在心里憋了很久了吧 对 一直没找机会跟你说是因为我怕你 挺好 把事情放在明面上 反而好吧 放在心里 猜来猜去的 反倒不是个事 我没什么不平衡的 大不了公平竞争吧 反正 我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你的 采论你 没必要这样 你现在完全可以说一些狠话 比如说 简嘉明你不是个东西 你是个感情的骗子之类的那种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谁喜欢谁都很正常 不争不强 那谈什么恋爱 直接结婚不就得了 再说了 我也顾不上 从明年开始就有一系列宣传 我忙都快忙死了 对了 那个电视广告已经拍好了 明天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不用了 这事有你在就行了 也行 那你就赶紧去吧 省得他等着急了 好 那你 尽兴 销量如何呀 都一整天了 一件也没卖出去 没事 新产品嘛 没多少人知道 再说了 又不是吃的 没保质期 慢慢卖吧 我看这网上的评论 我真的开始担心了 你也知道 这都是奇纳搞的鬼 别太放在心上 对了 这两天降温 给你加条款吧 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体贴了 有吗 没有吗 我是觉得挺抱歉的 其实我不想说出来 但刘磊磊非拿话激我 我哪受过这气啊 是不是 但这说出来吧 你这 觉得有点后悔 为什么 你跟彩儿这么好的朋友 你说我这么一说 你们之后该怎么出国 是啊 你不是把我嫁那儿了吗 你说出来我怎么办呀 真是 但你放心啊 我可以把刘磊磊骂走 但绝对不会这么对彩儿 我肯定不能丢下彩儿不管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丢下周彩儿不管 你可太不识人了 只要是 你们俩别因为我 闹得不愉快就好 我们俩为什么因为你闹得不愉快啊 人王长刚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 你追我是你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那你总得有个态度吧 别走啊 再聊十块钱了 有老鼠 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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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冷天的 有你就暖和了 快点了 同意起跑线 谁输谁赢 看自己吧 冷吗 冷吗 没白忙 妈 那行 我这就过来 没老鼠了 吃吧 晚安 有老鼠 妈 怎么了 刚才在家突然就晕倒了 就是高血压犯了 大夫说幸亏送来得及时 要是脑一穴 那就麻烦了 不知道一直吃着酱牙药呢吗 怎么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从去年开始就不大好 都不让我跟你说 他撮合你跟雷雷的事 那真是万不得已 咱们家的工厂 从去年就开始亏损 给工人发工资都困难 新项目又不给贷款 你爸那些朋友啊 就是刘涛最有实力了 他又在那儿绕来绕去的不肯投钱 他总把他自己的钱打了水漂 要是你跟雷雷好了呢 那就是肥水不留外人田呢 加上雷雷又一直喜欢你 他跟他爸说了 非你不嫁 你说 这哪是说喜欢就喜欢的事啊 咱们家那房子都抵押进去了也不够 工人都在那儿闹罢工 还有几个人要去告你爸 他也超级 妈妈妈 别急别急啊 那个 可是我前一段用的钱 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我跟你说吧 那是咱们家仅有的钱了 我说 让他拿到工厂里用吧 他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说你那个什么拓骨啊 是个机会 就全拿给你用了 我这事你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你爸他不让我跟你说 你甭看你爸平时对你挺厉害的 其实啊 他最心疼的就是你 咱们家 咱们家所有的男事 都是他一个人扛了 我 我没事了啊 我 死不了 命硬着呢 嗯 你add 你是纯爷们 从前我就觉着你帅 一直没敢告诉你 就把你骄傲 现在 没想到你吸着痒还这么帅 不说不行了 这马屁拍的 是什么吗 什么都别想 好好养病 我这 之前你也忙 我也忙 老没空陪你 现在我不忙了 我有空去陪着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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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那点陪我 可以 你那项目刚启动 卖得怎么样 好着呢 特好 别操心了 我都这么大了 你该为您做点事了 你如果要去找那个刘涛 那就别去 那老狐狸 他不会给你钱的 甭管了 没事 好好休息 家里 爸这杯没求过别人 我还没求过 可是当我小的样 要求别人帮忙的时候 放心 我一个也求不来 我 以后得靠你自个儿了 把原本下热 帮你什么都安排好 让你这辈子一时无缺 看来 我不了解了 别说这个话 你一定会好好的 您是纯爷们儿 您儿子也一定是 原地 好 要不要拍个照啊 突然的变故 让简佳明心中无比的悲痛 尽管父子俩之间充满了不解和矛盾 但无论如何 简佳明不会眼睁睁看着父亲 再次受到打击和伤害 有时候父子间的感情不需要远远 却有如此的深厚 你爸的情况怎么样 已经脱离危险了 现在还算稳定 你爸的情况怎么样 按理说呀 我应该去看一看他 可是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呢 话也不多 你爸的身体也虚弱 我怕哪句话说错了 再勾起他的伤心呢 反而给他添乱了 你这样 我明天呢 让蝶蝶替我去看看他 不用了 医生说 再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你爸爸这个人啊 真是 这一辈子就是好强 什么事都自己扛着 就不让我们帮忙 我们这一帮老朋友想帮他 他也不让他 有时候 这次我爸真是需要你帮助 我听说厂子里 亏贪得很厉害 跟我来闹罢工 我也很着急 可是你也知道 我现在帮不上忙了 国际的经济大环境非常不好 生意不好做 我以前的这钱呢 也投资新的项目 现在也根本拿不出来啊 小叔 您是我爸最好的朋友 也是从小看我长大的 就看在咱两家 这么好交情的份上 我求您了 这次您帮帮我爸好吗 嘉明啊 感情是感情 生意是生意啊 我要是真能拿那些闲钱来 我不早就投资新的项目 这点钱应该对您不算个事吧 算了 不说了 不说生意上的事了 我也是 一把心酸泪 有时候烦得焦头烂额子 说来正事吧 你现在跟莉莉怎么样 我看莉莉现在也不去工作室了 您说这个 算是唯一的条件吗 你看你这小子 你怎么说话呢 你要是跟别人这么说话了吧 那别人不早生气了 刘叔啊 您就直说吧 我怎么做您才能帮我爸 家明啊 我说句话你别生气了 我跟她妈妈呢 早就离婚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可以什么都不管 但是莉莉这事情 她只要有风吹草动 我就跟着九星 你说莉莉这孩子 她多少次哭着回家 说她这一辈子非你们家 您说我这做爸爸应该怎么管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很合适 那虽然莉莉现在很任性 但是她还小啊 你可以慢慢教她呀 你说咱们两家的家境 都很般配 你们在一块儿是很合适的一对啊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您就是说 我只要跟莉莉好 您就肯出钱是吗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俩结婚了 你们俩就不分彼此了 你说以后我的东西 不都是你们俩的吗 行 都说了 你说的有你的道理 你容我回去想想 好吗 那好 你也别着急 是吧 等你们俩把婚事办了 我们马上就投资银铁厂的新项 好吗 上钩了 喂 这次的事情做得有点牵强 老实说 这次她的设计确实做得不错 你真的觉得设计不错吗 很有格调 但是你竟然开口委托我了 我肯定是义不容辞 哪怕是昧着良心 我也绝对不会说一句好的 这次真的是为难你了 没什么 想当初她晕倒 我们在医院还吵得那么厉害 现在风向一变 我们竟然成为盟友了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嘛 希望我们的同盟 会有些作用吧 一定有作用了 对了 我给你的礼物 我应该很快就收到了 那太好了 希望我们还能再合作 不用谢了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喂 妈 阿伟呢 我去吧 不用了 不用了 那个雷丽 没水机了 你看见他了吗 没有 那个爸还睡着呢 我去打水啊 喂 喂 佳明 你在哪儿呢 我 我在外面办事呢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工作室啊 怎么了 没看吗 风上都没什么销量 我都快急死了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这不是刚上市吗 慢慢来 我心里没底 莱莱 这我忙服装面试这段时间 你也挺辛苦的 这么着 你放松放松 找朋友吃个饭 看看电影什么的 还有我这段可能 有点忙 没法去工作室 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 那行 你忙吧 灵灵 怎么了 咱之前不都说了吗 就是 只要是风上便士 就算是成功 至于之后的销量怎么样 咱们真控制不了 你也别有什么遗憾 要是 真要有什么遗憾 那 那个人应该是我 你有什么遗憾啊 没什么 没什么 真没什么 你自己保重 妈 你这壶给我 然后您回去休息休息啊 家明 走 我给你做点事 家明 你去找我刘涛了 没有 你瞒得了我吗 那刘雷雷跟我说话的样子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你是不是答应刘涛了 没有 我就跟她说 我跟她想想 儿子 结婚的事可不能拿来当买卖谈呢 那厂子好坏就顺其自然 就是破产了 那是咱们家命中注定的 妈不能为了厂子把儿子卖了 你爸也不会同意的 儿子 妈 你们不是觉得 雷雷挺好的吗 人又漂亮 活泼 可爱 还留过学 是吧 从小又认识 这娶回家就是多热闹啊 你跟我这么说行 你骗得了你自己吗 傻儿子 你拿结婚当交换条件 将来你们不幸福 我跟你爸看得下去吗 那您说 您说现在还有其他办法吗 那就让工厂关门倒闭 大不了咱们一家三口 还过原来的日子 那没办工厂之前 咱们不是也是从孔日子过来的吗 妈 这厂跟了爸几十年 爸为这堆铁疙的 付出了多少心血 您应该比我清楚得多 现在刚刚是停产吧 已经这样了 这要是破产了 那 那不是要这老爷子命吗 那我们也不能 看着您玩火坑里跳 照您说的 你不就结个婚吗 什么火坑的火坑 就是搭帮过日子的事 那你想您那会儿 不都是 什么组织安排进人介绍吗 先结婚后恋爱 然后慢慢地磨合 等磨合好了 结果爱情没事 那什么年头的事了你说 是啊 所以所以 所以您得这样 您让我体验一下 这种老派婚姻生活好吗 再说您儿子是谁呀 多聪明是不是 只要给我一大货人 是女的 我就一定能找到爱上她的理由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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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行 我都不担心那事 您跟她操什么心 阿姨 没买水了 你看我别老喝医院的水 担心不干净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嘉宾哥 我不客 那个 未来 你给我出来一下 行 他找我 你先休息啊 嘉宾哥 你带走我 我带走 你会答应我爸吗 你希望我答应吗 听你这口气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做得到你 显得很不光明正大呀 没事 你爸教我的 过程跟方式都不重要 我也这么觉得 起初我心里还不舒服呢 我想我这样得到你了 你又不喜欢我 可是我再一想 那又能怎么样呢 反正咱俩在一起了 我会有办法让你爱上我的 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真不愧是你爸的女儿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鄙视我呀 没有 现实主义嘛 恋爱结婚都是生意 有什么不能置换的 有什么不能置换的